这疫情的笼罩下 精美的瓷器一品仍然是受到民众的爱戴 从今日起到5月31号 新竹大圆百就展出 2022双剑麦孙 双剑无双瓷器瑰宝特展 数十间的精品瓷器让人看得目不暇接 而其中受到众人注目的 就属这件春山鸟转 由大师信力描绘上繁花 与鹦鹉光鱼影的变化栩栩如生 旁边的这一件花瓶 这个千山鸟转花瓶 这个是全世界限量十件 那这一件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务公司 代理麦孙二十年来 我可以再讲画得最精致 最漂亮的一件花瓶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内容 它是把荷兰画派的这种细腻的光影的变化 能够用宝石油料画在这个瓷器上面 在它的每一个细节 把它的花卉 把它的水果 甚至把它的这个鹦鹉 这对鹦鹉 能够这样子湿湿入扣的表现出来 这件也是我们非常喜欢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花瓶 近年来大新竹地区的房市相当的热络 民众在购物后对于内部的装潢 更是有着极高的要求 而优雅的精品瓷器 如壁画 花瓶以及茶具等等 就成了许多行家眼中的首选 那在新竹地区 在竹北还有在苗栗地区的房地产 最近是非常非常蓬勃的发展 那我们也遭受到了非常多的新的这些的会员 所以我们对于新竹地区的前景 还是一样非常的看好的 事实上在我们新竹很多的客人 他们并不是只有一间房子 因为他们的房地产跟台北的房地产比较起来 还是相对的是便宜 所以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多是台北的客人 他们在新竹同时间拥有两间以上的房子 那当然他们有了这些房子 他们都会需要一些漂亮的艺术品 去装饰在他们的这个家中 所以他们当他们有了这些房子 他们就会来收藏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花瓶 或者是我们的壁画 甚至是我们的餐具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新竹地区 在这一两年是能够有稳定的发展 除了定级花瓶 精巧华美的珠宝盒 精致可爱的词藕 也都非常值得一赏 邀请有兴趣的民众一起走进特展 欣赏难得一见的艺术视觉饗宴 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